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第十八章 第四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文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我会说到小狮子 在过去这一年的疫情 我想全世界很多的教会 都是一种癱瘓 没有进步 反而是一个退步 但对于石安很特别 在这一年里 我们由主日计划站起 MV和主日信息再在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再提升了 其中在这几个月 差不多半年里 其中一件事就是 石安诞生了 《Back to the Music》 为什么会说这件事 因为我很深刻记得 穆斯在九八年 当有第一个《Momentum》的时候 其实当时穆斯 除了有圆圆不绝的新歌 这个启示之外 其实当时穆斯 也有一样的心愿 就是我们的石安诞生歌 如何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故事式 画剧式的MV 好像迪士尼 因为穆斯当时 用迪士尼的概念 但当时我们的二十二年前 教会简直还很小 而且电脑当时的科技 也有创作动画和画片 都根本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但意想不到 或者在这个疫情之下 《Back to the Music》的诞生 就像穆斯当年 把音乐和画面 故事的联系 诞生了 当《Back to the Music》 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 我们很多的石安诞生歌 开始有些英文化 穆斯 你又如何看整个发展 因为当年 拥有了第一个momentum 就如我所说 很多时候我会知道结局 只要我拿起一个题目 拿起一个方向 或者是神所给我一个带领 我会问神的时候 中间跳了多少步步 我都不知道 中间跳了多少年 我都不知道 但我会知道结局 所以我通常都会把结局说出来 然后在过程里 大家都会跌跌跌跌 甚至有很多其他事情继续发生 但是本身那条最低层的脉络 关于那个异象 或者那个带领 真的很多年后 有句结局就出来了 真的如当日我所说的 因为很简单 因为当日我知道这个结局 不是来自我 而是来自神 只不过我有一个思维 就是很逻辑的思维 就是神可以用逻辑沟通 不是我能够用逻辑推理到那样东西 因为不可能 人哪可能不知道 那么多年之后 有这么多跌跌跌跌跌跌跌 有些人就没有了 那样东西就消失了 但是我不是的 你会看到哪间教会不作歌 这个世界 剩哪间教会不作歌 就是哪间教会不作歌 是不是 但是 看到就是他们做出来的 就是 就如我所说的 跌跌跌跌跌跌 时有时没有 然后什么都没有 那种 而之前那些 渣仔式的垃圾式的歌 然后慢慢消失力绩 最多变成了 陈年 旧事 但是石岸不是的 石岸很有趣的是 第一个momentum 不是一个很强小的迫害 或者强壁的 不是的 本身就是 第一个momentum 就是告诉你们 有一个语言 还有一个方法 神将这个方法给我们 石岸就会把我们发挥光大 自然的 因为这个是神的 所以变成了 我们预计不到的东西 其实神是可以预计到的 不过我要有逻辑思维 有这种Language 神就先用这种Language 将那个更原备的将来 告诉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看见 《细行新歌》 就真的是了 在《狮子》这一代 就完成我们 这么多连了讲的模式 但我们完全想不到 就是 那个位置 小狮子不开始去做这个 我们都没有留意 原来一直有的位置 对不对 就是将我们所有作的歌 将它翻到英文 为什么我们觉得 不会有这个位置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想到 英文歌翻了之后 可以按 对不对 因为始终 我们甚至把我们的歌 翻到国语 对不对 唱了出来 但是现在 我们翻到英文的时候 首先 可以有这样的M2收 对不对 可以有这样的 而这个M2收 又不是五胆狀 又是将一个故事形式 然后将图片 每一样东西去感动人 而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千个歌曲的空位 当然可以做这个东西 我第一个momentum出现的时候 智欣也即是未出世 对不对 他即是未出世 怎么猜得到 没得猜的 这个 一定是来自实 但是他就 真是他完成了 这个 这个东西不出现 我们即是不知道有这个空位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空位 一个很大的空间 但是一直是由石安的第一momentum 制造出来 当然我们已经制造了很大的成就 很大的成就 但是想不到这个成就 当中留了这么大的空位 以这样的形式下 他能复较它 完成它 成就它 而这个成就还要起出幕外 就意想不到 但是这个成就却 就是我很多年前 22 23年前 又第一个momentum的时候 所说的未来 将来 所以就会看到 其实在每一个 神所给我们 关于将来的预言 尤其是每一个momentum 出现的时候 神都会给了一个 关于未来会发生 在我们教会的事情 其中的第四个momentum 就是附足 现在就是眼见那样 我说的时候 是没有想到 是没有想到 会以什么形态发生的 对不对 大家如果记得 就是第四个momentum 跟我说的时候 就是用可以说的 对不对 可以就是 让大家顺服一下 受教 然后开始教会群体 看下 开始一起在经济上 懂得投资 那样的 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因为我说的时候 根本就会出现 我们怎么会想到 有这样的形式 但当时我已经说过 结局将来会去看 而并且我们一定要杀众 对不对 看下第十八章第四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文啊 你没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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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